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冒险家们,以及史诗故事的爱好者们,今天,我们将踏上一次非凡的旅程,穿越JRR托尔金的杰作魔界的鲜活景观。 我们深处第四卷,第四章,这一章的标题是《草药与炖兔肉》。 这一章,不仅仅是一段故事的片段,它是对任性、小舒适的价值以及伙伴关系坚定精神的见证。 想象一下,永远忠诚的霍比特人山姆·威斯·詹吉,站在崎岖、不屈的地貌上。 从瑞文戴尔出发的旅程已经把他和他的同伴带离夏尔的舒适区域。 他们疲惫不堪,被恶劣的天气和敌人的无情追击所困扰。 然而,在这片荒芜之中,山姆展示了一个非凡的品质——希望。 在一个被黑暗和绝望主宰的世界里,山姆准备一顿简单而温馨的饭菜的行为成为了一盏明灯。 他派遣不情愿地向导咕噜去狩猎食物,提醒我们即使在最严峻的情况下,也可以找到保持正常的方式。 咕噜带回了兔子,山姆以他谦逊的智慧决定炖一锅汤。 这是如此普通的行为,却如此深刻。 他明白食物的力量,不仅仅是滋养身体,更是振奋精神。 当山姆准备兔子时,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家乡的回忆。 草药和熟悉的烹饪火焰的气味短暂地把它带回到夏尔的温暖和安全中。 这个烹饪创作的时刻是一种对黑暗入侵的挑战。 这提醒我们无论离家多远,家的本质可以随身携带。 山姆的炖汤不仅仅是食物,它是一种希望的象征,是摩多之心中的夏尔的味道。 弗洛多,承受着魔戒沉重负担的人,在山姆的行动中找到了安慰。 这顿饭提供了一刻的喘息,一次从他所承担的压倒性负担中的短暂逃脱。 正是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中,我们的角色的真正力量得以展现。 弗洛多对山姆努力的感激反映了他们之间深厚的羁绊。 这是一种在逆境中锻造的羁绊,是对友谊和忠诚力量的见证。 另一方面,咕噜对炖汤感到厌恶。 它的反应与霍比特人对简单乐趣的欣赏形成鲜明对比。 咕噜对食物的厌恶凸显了它与人类和霍比特人世界的疏离。 它是一个被对魔戒的痴迷所吞噬的生物,无法在简单事物中找到快乐。 它的存在提醒我们失去自我于黑暗欲望的危险,以及放弃生活中小乐趣的代价。 当山姆的烹饪火焰冒出烟雾时,这创造了一刻的紧张。 在这片广阔、荒凉的景观中,即使是一小股烟雾也可能吸引不必要的注意。 这一刻总结了我们英雄所面临的持续危险。 每一个行为,不管多么无辜,都可能带来潜在的后果。 然而,它也强调了他们的勇气。 尽管有风险,他们选择享受这一小小的舒适,从彼此的陪伴中找到力量。 法拉米尔的守卫,后来遇到霍比特人,被这一烹饪行为所吸引。 他们在山姆身上看到了他们努力保护的世界的一瞥。 一个这样简单的善意和正常行为可以存在的世界。 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提醒,即使在战争中,真正重要的是保护这些小的,日常的时刻。 炖汤成为他们战斗目标的象征,一个和平与简单乐趣可以再次盛行的世界。 在《草药与炖兔肉》中,托尔金巧妙地编织了一个故事,突出人类和霍比特人精神的韧性。 这一章教会我们希望的价值,小舒适的重要性以及从伙伴关系中找到的力量。 在我们自己的旅程中,让我们记住山姆的炖汤。 让我们在简单的事物中找到快乐,在黑暗面前保持希望,并从我们与周围人分享的羁绊中汲取力量。 这一章是一个行动的呼吁。 它敦促我们像山姆一样,把家的舒适带到我们走的每一处。 它提醒我们,即使在最具挑战的时刻,我们也可以找到提升和支持彼此的方法。 让我们将这种精神带到前进,从我们共同的人性和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小善行中找到力量。 谢谢大家,愿中土世界的精神指引你们穿越自己的史诗旅程。